大家好,我是麦子学院的高级讲师Tiger 今天这一讲呢,我们将继续来实现这个企业门户网站的相关页面 那我们首先呢,来回顾一下在上一节我们所讲的内容 在上一节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了产品的详细列表页面的一个基本实现 产品详细列表页面 那么从这个宏观上,我们仍然可以把它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 而中间部分呢,可以分为左右 那在上一节呢,我们是通过手把手敲代码的方式呢 来帮助大家去实现了中间的这个左边部分的这个盒子的一个实现 那这一讲,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讲呢,我们首先呢,要继续的去完善中间主体部分 首先要完善剩下的两个文字列表以及图片列表 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在上一节给大家讲解的这个基本的效果 OK,那么这是一个上一节我们所讲的基本效果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根据我们的效果图来继续实现剩下的两个列表盒子 那这个呢,就非常的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把这个盒子里面的内容呢,直接复制过来 好,复制过来,放在这个第二个盒子里面 那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第二个盒子的这个内容呢,做一个简单修改 这个是新闻动态 新闻动态,OK 那么新闻动态里面的这个内容部分呢,我们可以随便测试 测试这里呢,随便写几个字就可以了 复制,复制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一下 这个我们的美工这里呢,设计的这个是多少行 1,2,3,4,5,6,8行,总共是 那现在呢,我们这里已经有4行了 OK,再放4行 那接下来你会发现啊,就是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我们并没有给下边的这个DIV设计样式 所以它现在的样式呢,还是默认以前的啊 那因为现在是BOX2 所以说我们需要对BOX2的列表盒子呢,设一个样式 那这里 你可以直接这样 BOX2 好,它就跑到上面来了,看到没有 这个还不能直接这样啊 直接把这个复制下来 OK 把这个呢,改成第二个盒子的样式 BOX2 然后刷新以后呢,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而我们这个效果图当中,大家去看一下 它这个每一个都有一个背景色 那么这个背景色呢,让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 把它取出来 这个是LI标签里面,你可以去给它设置背景色 我们看一下 消果图 哦,这个是白色,前面有个小点 这个呢,不需要给它加背景色 新闻动态 然后上面的标题部分呢,都是一样的 这个标题部分都是一样的 就不需要修改 然后下面这里呢,要给它加上一个项目符号 这里有很多哈,有很多样式 这是圆圈,我们来看一下 OK,圆圈呢在前面 但你可以把它弄到后边来 那我们可以把这一行代码呢 呃,还是改成我们前面的这个Lang 然后这个里面呢,可以给它加一个 那List Style Inside 啊,Inside 然后我们来刷新一下 它就是这种效果,看到没有 就这种效果 好,然后这个行高,行距 嗯,我们可以呢,再缩短一点 那么这个行距呢,很显然它有点大 那这个9height去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好,比如说我们这里呢,使用30个像素的行距 然后它就会缩短一些 这里,这里可以再修改一下 刷新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好,接下来我们再去实现第二个列表 第三个列表 我们看一下效果图里面 第三个列表呢,是产品分类 OK,那么产品分类呢 我们可以仍然把这个 复制过来 放在第三个盒子里面 这是第三个盒子 产品分类 然后这个盒子呢,我们把这个 修改一下 就可以了 其实呢,你们会发现啊 嗯,有些样式 只要我们一旦把它设定了 那么后边呢,用起来就比较方便了 这个把它改一下 因为这个和第一个盒子的样式呢,比较类似 所以呢,我们就用第一个盒子的样式来实现 看没有 哇,就这样的 这时候大家会发现啊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讲的 因为我们这里的容器的高度呢 设定的是600 那现在很显然 这里的这个 已经超过了600 所以呢 嗯,它这里 下边这个底部就跑到这儿来了 看没有 那所以这个是我们前面给他讲的一个姿势 这里呢 嗯 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 定义的固定的这个高度啊 给它去掉 那这里 有个 这个600 固定的这个高度 还有这个容器的高度 我们先把它去掉 还有呢 就是这个主容器的高度 就是 这个 中间主容器的高度 600给它去掉 那去掉以后呢 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啊 那么它这个内容呢 就会自动的下来 啊 就自动下来 然后我们再加一个ClearBoss 那看一下 哦 它这个中间容器呢 还是需要一个高度 啊 还是一个高度 那你可以 也可以 这样 给它是一个MinHeight 就最小的高度 600 当它超出了以后呢 就按照实际的高度来显示了 哦 这就是按照实际的高度来显示 然后这是 左边部分 然后右边部分呢 我们 也可以呢 给它加上 哦 这里呢 你可以改多一点都可以 右边的部分呢 我们来看一下 右边呢 其实 呃 也非常简单 这里是一个图片标签 然后呢 是一个标题 下边就是一个图片列表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 呃 相关的素材呢 先把它复制进来 这个素材 那么这个 Imagine里面是我们后边 需要的所有的素材 这个切图以后呢 把它放在这里的 我们可以呢 把这里个全部啊 拿过来复制 Ctrl-C 好 Ctrl-C 然后呢 把它复制到我们 这个项目 这Imagine里面 那么后边呢 我们需要素材的话 就直接在这里面来拷贝就可以了 好了 我们直接按Ctrl-V OK 它这里面有些重复的 哦 重复的就不复制了 啊 那接下来大家会看到这里面多了很多的图片素材 那么这里呢 关于产品的这个素材呢 是在这里 是在这里 那么它是 294个像素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首先把它放进来 这是我们中间的右边部分 右边部分呢 首先我们先放一个 放一个DAV 那这个DAV里面呢 我们放一个Imagine图片 SRC 去找到这个 这个图片 OK 这个图片呢 找过来以后 好 放在这里面 那接下来刷新呢 你就会看到这个图片 OK 然后根据效果图呢 你可以去调整一下它的上面和下边的这个样式 这里呢 有一个虚线的边框 上面和下边呢 有一个内部间距 这个呢 都是可以通过CSS样式呢 来进行设置的 然后可以给它一个ID TopImagine OK 然后你可以呢 直接来设置这个TopImagine 你也可以通过Class的样式来进行设置 Class的样式呢 因为它后边呢 很多地方都可以用到 我们就用Class 就是点 然后Padding 上下呢 10个像素 OK 这是它的内部间距 然后Border Bottom 这里呢 Dotted 一个像素 的宽度 的宽度 然后它颜色呢 这里应该是深黑色 灰色 也可以 刷新 看一下 因为它现在还没有给它使用这个Class 使用这个样式 所以说这里找不到 好了 好了 那么在这里呢 就是刷新以后就这样的一个基本效果 那这里呢 大家下来直键把编框改去掉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下边的这个一个产品展示 啊 产品展示 那这个产品展示呢 在我们的这个图片数据当中呢 也是有这个图片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那就是这个这个图片 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的这个名称先复制下来 然后呢 我们在 这个里面加上一个 DAV容器 加上一个DAV容器 这个是内容部分 这个TopContent 那这个容器里面呢 上边仍然是有一个DAV 这个DAV里面呢 放的是一个图片 啊 OK 那就这样 然后下边呢 是放的一个 还是放的一个DAV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就是放的这个图片 列表 这个列表的内容呢 我们还没有去给它添加 我们先把这个刷新一下 OK 那么这个 是850个像素 850个像素 这里呢 我们可以呢 这里它撑出来了 看没有 撑出来了 我们可以给它缩短一点 好 Wilders 它这里如果是 830个像素的话 那么它就会 相对来说会缩小一点 看没有 和这个 对齐 然后这里呢是产品列表 你可以给它加上一个文字 那这个文字怎么去加 那因为它这里是图片 如果它这里是图片的话 你也可以这样 就是在这里给它设一个 这个Style 哦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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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L 然后去指定 这个 LV Left 这样的一个图片 就这个 也可以这样 那也就是说这里呢 那也就是说这里呢 我们就不用这个 Imagine了 Imagine呢它超出以后呢 我们还重新给它设宽度 这样也可以 大家看一下 但是呢现在里面没有文字 是吧 没有文字 而且呢在这里面 我们还需要给它定一个 高度 height 比如30个像素 文字部分呢 你可以给它定一个 比如说 展品列表 然后再设置它的对齐方式 就这样的 那么这个 一样的 你可以给它设一个 航高 9height 30个像素 OK 那么这个文字部分呢 你可以让它 去中一点 这里不能直接用 Tex Lean 来设置 去中 应该使用 Tex Indent 来设置这个文本 缩进 设置文本 缩进 这个30个像素 肯定多了 10个像素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样的一种 基本效果 就出来了 接下来就是 要往里面 这个 给它添加图片 内容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去实现这个 列表 这里呢 你可以使用 Ul 就是我们还是 之前的那个 就是Ul列表 然后 签到 Li列表 那么 我们只需要 在一个Li标签里面 把样式给它设定好 然后其他的 就可以直接 拿过来用了 然后这个是产品的图片 然后我们点击 产品图片的时候 来让它链接到 这个产品对应的 这个页面 这个呢 我们先放一个图片在这里 然后接下来 然后接下来 第二个 这个 这个 A标签呢 是 它的一个产品的名称 智能 二代 场景 开关 OK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 Li标签呢 进行一个简单的复制 就可以了 当然我这里复制了很多哈 当然 你还是要考虑一下这个容器 它能不能承受得了 然后现在呢 这个就放在这里了 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呢 把这个Li标签呢 进行一个样式的修设 这个 这个 ProList 这产品的一个列表 那么我们需要呢 给它 我这里来使用的是ID 我们就用ID来给它定义样式 同样的ListStyle 这里设置为Lang 就可以了 UR 给它设置为Lang 那么还有呢 就是它的Li标签 Li标签呢 你这里可以给它设置 这个Display Inline 它就会横着显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 横着显示 但是呢 它这里显示并不规则 并不规则 那我们需要把这个文字部分呢 把它放下来 再加上一个BR标签 那在这个中间给它加上一个BR标签就可以 也就是说让它 换个行 BR标签相当于我们一个回抽符 其实呢 这个比较简单 这个工作比较简单 只是我们这里区略两个 看一下刷新一下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效果 但是还是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一个目的 我们再来测试一下 以前显示 以前显示是DisplayInline 就是把它放在一行当中显示 我们可以呢 给它加上 就改变一种 就是DisplayInline Block 就是把它 放在一行当中显示呢 Block就是 快撞显示 那这个快撞显示 但是我们需要给它浮容器定一个宽度 那这个宽度呢 比如说是830个像素 那我们这里刷新一下 它就是这样的一种效果 就这样的一种效果 也就是说它超过830个像素的时候 它将会再换一行 超过830个像素的时候 将会换一行 那么我们这里呢 你可以复制 可以复制 然后这里刷新 然后它就是这样的一种基本效果 好了 那么我们今天这一讲呢 就 把这个 这个产品展示这里呢 给大家讲了 那这里呢 还有一点哈 比如说上一遍什么什么 这个大家下来自己去可以去弄 然后这个它本身还有一个边框 这个边框呢 你可以去给它的这个DAV去设置就可以了 我们这里呢 一样的哈 因为给它设了一个Border 所以说在这里呢 一样的有这个边框 那么现在我们把这个产品的这个列表页面实现了以后呢 我们要去实现它详细一面啊 那就非常简单了 好 那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产品列表页面直接复制过去 因为产品详细一面它的左边部分呢 仍然是相同的 然后这里呢 只是这里呢 有一点点区别 但是它的整体框架部分呢 是完全一样的 你可以把这里呢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把这个图片换了就可以了 但它整个样式呢 你不需要去修改它 那你甚至呢 可以直接这样 就是我们在做 其实只要把第一个首页面做出来以后 我们做后面第二个页面的时候就非常简单了 这个比如说Pro Details 就是产品的详细一面 这里要更新 好 这个标题可以改一下 详细介绍 这里呢 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产品的详细一面 嗯 大家看一下这里只需要把这个文字部分改一下 然后把这儿给来设个标题 然后作者什么什么的 然后这个它下面呢 其实非常简单了 它就是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是美工这边设计好了图片 你直接把它 给它放进来就可以了 其实呢做这个页面 几分钟就可以搞定 好了 我们 这个下来大家自己呢去实现一下 这个我就 不做 太多的讲解 你把这个文字哈 这里改一下就可以了 产品 然后把这个 UAL部分呢把它去掉 啊 把它去掉 然后这里呢 PRO DETAIL 然后这个你可以去设置一下 放一个DIV 这个DIV呢是用来放上面的标题的 然后呢 下边呢再放一个DIV是用来放下边图片的 就这么简单 那这个就作为一个作业哈 留给大家 大家下来自己去完成 那么我这个呢 下一讲 我就不会 就给大家去敲这个代码 下讲我会直接把这个完成的代码 给大家展示 然后大家自己呢去测试一下 今天这一讲呢 我们就主要讲到这里 做一页呢 就是完成这个列表页面的布局 以及实现产品详细页面 好 今天讲到这里再见 我们在这边 感谢观看